今年火星将赢三批地球访客 中国天问一号有望创造历史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今年火星将赢三批地球访客 中国天问一号有望创造历史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陈阳 在刚过去的2020年 阿联酋中国和美国接连发射了三个火星探测器 经过数月的太空长途旅行后 2021年2月左右 三批地球莱克将密集拜访火星 这个神秘的红色星球 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科学考察任务 天问一号有望创造历史环球时报记者 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截至1月3日6时 中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已经载轨飞行163天 飞行里程突破4亿公里 距离地球约1.3亿公里 距离火星约830万公里 探测器姿态稳定 按计划将在一个多月后实施静火制动 进入环火轨道 准备着陆火星 天问一号任务是我国独立开展行星计探测的第一步 将通过一次发射实现对火星的绕着寻 即火星环绕火星着陆火面巡视 天问一号探测器总重约5吨 由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组成 着陆巡视器主要包括进入舱和火星车 目前 环绕器已完成第三次载轨自检 各系统工作正常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称 如果中国天问一号能一次性完成绕着寻三大任务 将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报道称 天问一号进入火星轨道后 将先花费约两三个月 对火星表面预定着陆区进行详细探测 之后着陆巡视器将与环绕器分离 利用降落伞和反推火箭在火星表面着陆 此后 六轮火星车将在火星表面开展为期90个火星日 地球时间约三个月的科研任务 包括用雷达透视地下深层 采集岩石土壤样本 绘制火星地质结构图等 环绕器则将继续在火星轨道飞行 并充当通信中继战 美国华盛顿大学行星地质学家雷蒙德·阿维森表示 虽然美国此前曾向火星派出探测器执行过类似任务 但火星很大 地质历史很复杂 中国天问一号的预定着陆区域此前从未有人踏足 因此它获得的数据可以使全球天文学家受益 阿联酋和美国探测器各有所长英国新科学家网站称 在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之前 阿联酋和美国的火星探测器将先一步行动 其中阿联酋的希望号探测器最早将于2月9日抵达火星轨道 报道称 希望号不仅是阿拉伯国家的第一个行星探测器 而且还将首次绘制出火星的第一张全球气象图 与中美火星探测器不同 它并不会在火星着陆 而是在距火星表面2万至4万公里的轨道上 环绕火星运行约两年时间 它将利用自身携带的多种科研设备 像气象卫星那样收集火星不同区域 在不同时间的气象数据 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了解和掌握火星的气候条件 这有助于研究火星干涸之谜 美国毅力号火星探测器 预计将于2月18日抵达火星并开始着陆程序 它带有美国发射的第五辆火星车 美国航空航天局NES 希望它能找到火星存在生命的证据 毅力号计划在火星的杰泽罗陨石烹着陆 美国天体生物学家雪莉卡迪表示 毅力号是科学家了解这个红色星球上是否有生命的最佳机会 据介绍 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火星远古时期的移居性进行评估 寻找火星上的微生物痕迹 为此 毅力号将利用机械臂钻探火星土壤和沉积物样品 并将其封存起来 以被将来由其他火星任务带回地球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火星返回的样本 毅力号携带的另一个特殊载荷是火星直升机 这架微型无人机将是人类在另一个星球上是非的第一架直升机 由于火星大气稀薄 密度仅为地球的1% 因此即便机翼高速旋转也很难产生生力 火星直升机的最大飞行高度只有5米 飞行时间也被控制在90秒之内 但这仍为科学家了解火星环境首次提供了独特的空中视角 机器狗或为火星探测助力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称 目前人类已经向火星发射了40多个探测器 超过一半都未能获得成功 火星探测难度如此大的原因 包括地球与火星距离遥远登陆火星经历的恐怖7分钟极具挑战 以及火星表面特殊地形带来的意外风险 韩国朝鲜日报称 为适应火星表面的崎岖山区 NESA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正在研究由自主行走的机器狗替代轮式火星车 报道称 该机器狗由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的四角机器狗Spot改装而来 目前轮式火星车只适合在平坦的地面上行走 但科学家们希望探测的火星地区大多位于崎岖的山区 甚至是地下洞穴 而且Spot非常敏捷 时速可达5公里 火星车的时速仅为0.14公里 NESA科学家表示 Spot即使摔到也能自行站起来 很适合探测火星的地形 责任编辑